这里就是我们太子瓶的房车 哈喽 太子瓶 你虽然还真是 我好坐坐呀 要是这里的话 我可以把你轰出去 这样的 我走了 打扰了你又回来了 哈喽哈喽 哈喽 来这里想要让你来先讲一下 你今天就是拍的这段内容 当然是猪瞻镜的戏了 今天因为是在 今天是在太后的宫 在太后的宫 然后是我还有朱瞻鸡 他现在是 已经是皇上了 对 那我们要在太后的面前去 秀恩爱 今天是秀恩爱的剧 今天因为我们俩的关系 其实不能说太多嘛 就是很微妙 对吧 就是心有灵气的那种微妙 圆满 圆满 因为我看你这个装扮嘛 我看着真的很特别 能跟我们来讲一下 就你们身上的这些吗 这些 不会觉得头是在颤抖嘛 对 对对对对 这个是我很特别 这是我 太子嫔 也是中间一个阶段的一个法式 就是有点点的可爱 也很温柔 它上面有四只鸟 对 看见没有 它有四只鸟 然后这个鸟 它是比较的 有灵动感的 它是会抖 我每次说台词的时候 基本上我脸不动 它在 它在动 对对对 你就耳畔听到回响 听听听听 对 然后我的衣服呢 除了前期 就是在上市访的时候 大家都穿同样的工作服以外 然后后期的衣服 还是都是偏素色淡色系的 但是跟我的性格有关系 清清淡雅的 清清淡雅的 我看你的指甲好像也是 这甲还要特别介绍一下 我的毛衣露出来了 sorry 对 对 我发现里面 就这个点做的还挺特别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袖子还挺 可以让你穿很多的羽绒 对不对 我里面都都穿了个东西 但是穿了衣服 我里面也 裤子也是可以穿很多很多层 你也可以这样帽裤吗 可以这样 很多层的毛裤 啊 对这个 继续讲这个美甲 刚刚讲到美甲 美甲 少时劲并讲 而且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指甲 是欢仑老师做的 它不是用的是那个指甲油 是专门用的是口红 因为其实 因为我们要是用指甲油的话 就很像现代的嘛 然后我这个角色 其实定妆的时候呢 想和微音乐同开嘛 然后因为发都是中分 然后在眉毛上面也是做调整 之前拍《延续工业》的 这个眉毛会比较的调 会显得比较的大乎的一件 但是这个角色不是这样的 所以在妆容上 还有口红啊 眼线都做了一些微微的调整 但我还是我 但我已经不是我了 我感觉对心 我觉得这里也好活跃 你知道吗 我和我想象的又有一点 又有一点不一样这种感觉 是吗 我是平常刷你抖音 然后觉得还 你有看我抖音吗 我有看你抖音啊 天天的那些内容 就比如说卖学姐啥的 还挺放得开的 我看你拍的内容还都挺 是吗 挺抖人的感觉的 就是很符合潮 是你自己找的吗 对啊 看你自己刷的 对啊 我平常拍戏的时候 坐在那玩 刷点抖音 大家在拍的就是很有意思的 然后我也想拍 我喜欢 那也是真实的你吗 每个都是真实的我呀 你是有专门准备一套那种道具 这些吗 为什么 没有 就是平淡无奇的小天才而已 你是不是有专门准备的 没有专门准备 没有太多时间去准备 那种 就是抖人们那种奢华的 各种光啊 道具什么的 大家看到了 常常里一些可以拿出来拍的 就会用 主要是颜值在这撑着你知道吗 对对对 随便换一个 你还对对对对 我的彩虹屁也全盘接受 应该 全盘接受了 我说彩虹屁 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 对对对 是这样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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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想为你一个点啊 就是比如说我前几天也有看到 你在做一些冬日饮品这种的事 因为这个系然后我特意学一些技术 又要借你的彩虹屁 是不是 你又是 对对对 最近厨艺有点上升 那我最近 你首先冬天嘛 然后天天真的很冷 那就那个 那简单的东西 确实女孩子就保养她自己嘛 对吧 又很简单 然后又想把自己会的东西就分享给大家 而且在这个系里面确实 天天在厨房 天天在那个案板上切切切切切切 那这些东西也是 就是平淡无奇的小天才就都会了 今天这个主题就是 平淡无奇的小天才 对 然后大家都在 平时确实在大量的厨房的写 然后也学了一些养生的办法 从台词里面学会的 比如说你要瘦是有办法的 瘦有办法 对 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办法 你说的办法是 我不该问你 我不该问一个这么些瘦美的 就只能饿呀 好那我们下面就想来做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一个饮品奶茶 都是奶茶一下 让我们给我们露两手 好不好 我们来上道具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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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的这些奶茶的原料就已经上齐了 下面就来请我们的检验来做一杯特制的 不是奶茶吧 不是奶茶 嗯 就是发全大部奶茶 OK 嗯 首先呢 要来点补身体的这个 瘦麦一米 来小点就够了 大家会饱 这个调根珠来点 然后这个一元 来少一点 平时奶茶的精神就是每个都来一点 我觉得呢 这样都喝了吗 这都来点 都来一点吧 对吧 嗯 红豆 可以多来一点 原来这甜甜的 这是鸡米 鸡米来一点 这个 骨丁糕 这个多来一点吗 这个可以多来一点 有了骨丁糕 这个骨丁就不要了吧 好不好 要不然我真的会撑了 吃饱了都 这是什么 这我没有见过不要它了 不敢承逼 不敢不吃它 然后这样一杯 五湿奶茶 五湿奶茶 五湿西全的一杯 养生奶茶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抖音探班主持人小婉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 就是电视剧上时的拍摄现场 看我今天的装扮 应该已经能够预想到 今天会发生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吧 好 现在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来探班吧 来来来 听说许凯马上就要下戏了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吧 哈喽哈喽凯开又见面了 哈喽抖音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徐开 今天我的身份呢 是我们抖音的特派主持人小婉 现在又见面了 我发现你比上一次真的是又瘦又帅了 谢谢 想要问一下 你刚刚拍摄的这段是什么内容呢 当然还是关于美食的 然后跟我的母后还有我的妃子们一起吃美食 你这次演皇帝什么感受 挺不容易的 然后比较难拿捏 希望到时候播出来的时候 大家能够多理解一下 因为第一次当皇帝 还有就是很多东西不懂 第一次当皇帝 但我刚刚看你就是 讲你刚刚就是刚刚拍和妃子们什么吃美食 还挺开心的表情其实 还好啊 因为这个比较轻松嘛 因为我说不容易的就是 他要处理很多政务 还有就是他的一些行动爱乐 和他平时的一些状态 比较难 其实拍美食戏的话 大家其实都会很难 因为要控制身材啊 控制食欲啊 你有遇到这种烦恼 有啊 因为我们这部美食剧 有特别多特别多好吃的东西 然后就要去控制住 然后忍住不吃 对 但是拍戏的时候还是要吃的 因为要有镜头 要跟着你特写 进到嘴里 美食这方面很好奇 在横店的话 如果晚上饿了的话 会怎么办 会不会点一些美食 我现在没有了 然后以前实在是 不吃晚饭一天下来 特别就是收工比较晚 特别难受的话 会点一点吃的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 虚卡有新书 晚上到底吃什么 其实就是牛肉啊 什么面啊 腌了个口水 不知道什么 看了 看了外卖 你这样听得到吗 你这样 对 最喜欢吃的 还好 因为横店的就全部都吃过了 对 全吃过了 横店的所有都吃了 对对对 因为其实都挺好吃的 只不过我是吃太多 变了一家 所以我会换去吃 毕竟待了四年多 我们准备了一个小道具 想要现场来测一下你的体重 让我们来上道具 首先我得解释一下 就是我这一身衣服呢 其实它是里四层 还是五层 还是什么呀 还有我的鞋子 帽子 然后我戴着鞋 我这一身其实 加钱应该有八十斤吧 那我先上来看一下 好 有八十斤 好 我们先说有八十斤 七十八点七 七十八点七 然后你再扣掉八十斤的 七十八点七是一百五十多 其实我是瘦了真的 瘦了很多啦 但今天水喝的多 有点重 我会争取瘦到一百三十多 但是我们这个徐凯上称 我们还是会给你放出去的 你这个体重 谢谢 然后你刚刚那一堆解释 有可能给你 啊 这样的 真的这衣服很重的 就盯一下 前一句剧的人员演说 就是你这里好像 痴迷一个游戏 是什么样的 累 没有 我就什么都玩一下 什么都玩一下 其实其实就是 就是一个 打发一点时间 然后 不会那么慢慢做等等 对 行 好 我们先今天这里的 Time Man的内容就到这里 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我们的展开 好的